中台山陀的持续增强 越来越靠近台湾 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感受到风雨 气象数凌晨2点30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将台东恒春半岛列入首波入景范围 当陆威胁增强 抵达台湾时可能接近中台上线 暴风圈最快今天下半天接触南部陆地 逐渐笼罩全台 预测明天将从高坪登陆 沿花东北上 但也不排除稀休 为南部带来更剧烈风雨 台东蓝宇率先宣布周一停班停课 成为目前唯一停班科地区 对于居民来说 先前风灾仍让人余计有存 居民表示只能赶紧做好防台准备 气象数预估周二周三是台风 对于台湾影响明显时刻 但台风速度慢可能影响持续到周四 有气象粉砖指出 宜兰花莲台东有几率三天都打台风价标准 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 都是800到1000mm 雨量相当的集中 不过气象数表示 放台风架包括风雨情形 以及当地交通状况 大山土耳如果偏西才北转 各地风雨就会不同 还需要进一步资料判断 综合报道